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陈万道翻译的 陈万道呢 那个1891年到1977年啊 大家知道就是说 因为我们那时候念书的时候 我知道就是有一个著名的慈海 慈海这个这个是他是主编 另外他是研究语言的啊 他是中国社科院的学部委员 那么这个红堂墨汁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习近平最爱讲的一个故事 这个说陈万道为了翻译这一本共产党宣言 花了数十年功夫 那么呢 在这个数十天之中呢 一日三餐和茶水呢 都有他的妈妈送入他的这个房间 让他去啊 他自己就不出门了 然后呢 这个母亲呢 特地送来了那个糯米粽子 外加红堂那个水 然后陈万道呢 在由于他这个忘我的这个翻译 最后呢 他妈妈问 就是这个红堂好不好吃啊 他说好吃 等他妈进来一看 说红堂没吃墨汁给喝完了 因此呢 这个 就成了习近平啊 先生喜欢讲的一个故事 那么这个共产党宣言呢 影响了中共的数代人 那么首先是毛泽东 毛泽东说他共产党宣言 看过多少次呢 看过不下一百遍 那么邓小平呢说呢 他的入门老师之一 是共产党宣言 另外一本呢 是共产主义ABC 那么习近平呢 他要要求领导干部 读这个马列主义经典 那么共产党宣言呢 在马列主义经典中的 排行啊 排行第一位 那么去年吧 应该是吧 政治局还专门组织了 这个一起学习 共产党宣言啊 那么习近平在这里头 强调共产党宣言的 这个三个精神 斗争精神 批放精神 和革命精神 而那个 何清廉啊 女士是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啊 他批评习近平 对共产党宣言的这个厚爱 是一种阶级错位 因为 这个共产党宣言啊 主要表述的是这个暴力斗争啊 无产阶级推翻啊 这个资产阶级 那么 何清廉就问 当下这个中国的资产阶级 就算就是你共产党 难道你喜欢共产党宣言 是要号召大家推翻你共产党吗 啊 是这样一种问 就是说啊 习近平阶级错位 所以关于这个话题呢 我们想听听吴强博士啊 怎么看现在这个共产党宣言 那么大肉嗯 对这个阶级错位 这个确实是蛮适合的 来形容共产党宣言在中国 目前的一个很尴尬 政治很错乱 很分裂的一种状态 比如说去年国内专门还上映德国的电影 就讲共产党宣言的起草过程的这个电影 叫做青年马克思 我也专门去看了 电影院排片很少 院线也很少 然后观众也很少 没有几个个人在看 这个是公众对这个共产党宣言的一个态度 这么一个电影的情况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党的干部来学这么一个共产党宣言 毛总理上讲这个真是荒唐 荒唐之一在于目前的共产党 他作为一个统治阶级 早就是吉拉斯所说的一个新阶级 这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统治阶级 他既是大资产的代表 又是国家权力和暴力的代表 那么我不知道他们学共产党宣言是为了什么 至少荒唐之二是在于至少对很多民营企业家来讲 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他们似乎觉得自己是炉坐针毡 随时面临着被重新新的一轮的混合经济 搞成公司合营的一个下场 这个前车之鉴这个历史难道要重演吗 实际上这个才是真正的中国民营企业家 最惶惑不安的一个地方 同时第三呢 他这个荒唐的地方在于 比如说包括我的一些学生 也是拿着共产党宣言 学习在大学里头搞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 但是他们的结局我们都看到了 在北大在清华在人民大学 这些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的 真正相信共产党宣言的这些学生 其实受到了不各种各样不同程度的镇压 有的最近的例子是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博士生 有两个甚至被开除掉了 所以这个三个荒唐表现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三种命运 我们再来看共产党宣言本身 他的文本本身是也是很荒唐的在中国 我们来对照一下 共产党宣言第一句话是讲人类历史 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那么这个阶级斗争历史 这一点似乎是在中国 目前仍然是被牢固的继承下来 但是阶级斗争似乎被转为更多的转为是一种敌我斗争 比如说在新疆或者说我们刚才讨论的在香港问题上面 不是用来斗争香港的地产资本家或者说金融资本家 而是拿这种伟大斗争的这种阶级斗争的精神来针对香港的平民 针对香港的最底层的这些所谓的勇武派这些阶级 而这些所谓勇武派的这些街头抗议最激进的这些人 恰恰是共产党宣言里面专门有一段在强调的 也就是说他们个人的生活工资都面临着一种极其不稳定的状况 以至于个人和资本家之间的这样一种状况 其实已经更多的来体现为两个阶级之间的一种矛盾和冲突 只不过在中国的当下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冲突 比如说在香港 它确实不是体现为底层阶级和地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冲突 而是更多的是体现为代表真正的资产经历的 这么一个香港政权或者背后的港中政权的一个冲突 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看到的一个每个香港的街头的勇武派 它是这种个人革命它的这种以绝食的心情 绝食的这种信念投入到街头去抗争的这么一个背后 实际上它是确实是代表两个阶级 一个阶级是港中政权所代表的一个新阶级 当然这新阶级已经不新了已经70年了某种意义上讲 70年的一个共产党的统治或者说权贵阶级 他们在操纵香港的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等等 另外一方面何青年其实他没有发现 因为他去过很久了 我最近几年在研究新的无产阶级是什么 在中国其实恰恰出现了 也在香港的街头的勇武派当中折射出来 他们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 但是他们确实是共产党宣言里面讲的这种越来越不稳定的 他们处在一种很不稳定的一种生活工作和工资状态当中 这样子的阶级既包括建筑工人也包括产业工人 也包括马龙就是IT业的从业者也包括很多白领的阶层越来越扩大 甚至很多小业主也沦落为这种不稳定的这样一种无产阶级 换句话说无论在香港还在中国大陆 共产党宣言意义上的不稳定的无产阶级 其实都在日益的扩大 而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的一个最有潜在革命性的一个阶级 所以在这意义上讲 我相信中国国内这么一个高调纪念共产党宣言的一种方式 是不是在提醒共产党的官僚 他们是要发现或者说把他们的斗争方向要描向这样一些底层的 或者说越来越扩大的无产阶级 这种新的无产阶级 这才是一个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个中国最有趣的一个发展 好 谢谢这个鲁先生 鲁南先生你有什么点评呢 我觉得这个吴强博士刚才讲的比较有意思 还有你讲那个故事里面有两点 故事我觉得情节性非常强 然后我想是说这个吴强刚才讲就是北大、清华 我们都知道他们有很多学习马列的很认真的一些学生都被开除 或者甚至有些被软禁 那么我就想是可能他们想希望有一点 就是你要学共产党宣言 但是别学太好 拔无助 对 然后你讲的那个故事呢 就是这个陈汪道 喝这个红糖 把墨汁当红糖喝下去 这个 那就两点 就是 这帮共产党宣言很容易把人搞傻了 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呢 就他把墨汁喝下去 这就 真的是很黑 太黑了 谢谢 好 这个点评有意思啊 这个比较简单 接约我们时间 好了 现在我们谢谢鲁难先生的点评 那么下面我们进入第二个啊 历史上的今天话题 那么就是审判薄熙来 这个薄熙来的这个事件呢 它的跨度啊 实际上是从12年跨度到2013年 实际上很长 那么8月22号这一天呢 是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薄熙来的这个受毁贪污和耐用职权啊 这个案件啊 是这么一天 那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啊 2012年2月6号王立军跑到这个美国驻成都领事馆 这等于是薄熙来事件的这个开端 而后来公布的信息说呢 啊为什么薄熙来跑到那个成都领事馆去呢 是因为薄熙来的妻子啊 古开来杀了海伍德啊 英国人 然后呢 王立军古开来的矛盾激化 薄熙来打了这个 这个王立军一个耳光 然后呢 薄熙来呢 啊 被调职啊 不是这个王立军被调职啊 从这个公安局长调成了啊 反而还 副省长 但是没有 是个虚致的副省长啊 是这么个护士啊 但是最后王立军逃 逃到了美国领事 那个住的那个成都领事馆 那么这个3月9号呢 啊 薄熙来 公开说 他要认真反思啊 要对这个王立军事件进行反思 到3月19号 也就是两会期间呢 温家宝说 重庆市委市政府必须反思 并且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 激举教训 那么这是这个 薄熙来事件高层斗争的一个公开化啊 到这个程度了 然后后面就是 薄熙来不再担任重庆市的这个市委书记的职务 然后是呢 免去了他的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然后呢 再把这个 谷开来 判处死刑啊 缓其两人自行 薄熙来被开除党籍 最后是薄熙来被审判啊 判处 无期徒刑 现在呢 他还在 这个 秦城监狱复兴 所以说我们这个标题啊 叫做 至今神秘的 中国权规的政治法律游戏 那么这个法律审判 大家都要看到啊 就是薄熙来在法庭上全盘翻供啊 就是原来你给我做的若言 你没当回事 那么我全盘翻供 今天我们这个节目也谈到了若言的问题 这是一个啊 法律审判的这种游戏 那么这个政治游戏呢 就更加有趣的 就是说至今这个游戏 怎么回事还不知道 包括这个海伍德被杀啊 这个这个人是不是情报啊 这个谷开来 因为什么原因去杀海伍德啊 这个东西实际上也没有答案 另外呢 在这个谋害这个杀害海伍德的现场呢 他们说是用氢化物杀的 但是呢 没有这个权威证据显示现场发现氢化物 另外啊 说薄熙说是谷开来去杀的这个海伍德 实际上 以谷开来当时的这个身体状况 啊 他的他他他中了一种毒啊 他的这个手啊 根本就握不住东西 在这样情况之下呢 说谷开来去杀人呢 也是被怀疑的 所以说这个薄熙来这个事件呢 啊 你说他腐败吗 也就是两千来万块钱 而且那个房子是不是塌的都不知道 所以很多人认为就是薄熙来这个案件 从政治上来说 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冤案 法律上呢 从准就是一个游戏 所以今天这个日子呢 啊我们要听听这个郑熙光先生 你怎么看 这样一个事件 首先呢这个 这个薄熙来这个先生现在在秦城啊 我那个 也我是八九年到九一年也在秦城 啊 这个有两个这个学弟哈 一个是陈良宇一个是薄熙来 啊 当时陈良宇那个 有人讲就是陈良宇在那个 秦城监狱的条件如何如何好 嗯 当然我在微博上我看了 但是他们是很不平衡的 说这个 这个 这个这个戴罪之身既然有这么好的待遇 完了我看了一下 我就 呃底下跟了一条 我经本学长鉴定 这个陈良宇的那个条件呢 就是呃 比我当时只多了一条洗衣机 嗯 就是当时那个 那个 呃还是 这个是一个政治性的一个 关押的 关押一个状态 那 现在我觉得 刚才小平 你讲的这些细节 实际上都断定了 指向他是一个政治斗争 这是这是舆论 这个偏向于认为 在在 在中国大陆的背景下 他更是一个政治斗争的一个 嗯 一个状况 那么当时的展开呢 还带有路线斗争的色彩 哎 像温家宝在这个呃 记者招待会上 讲的话是非常那个呃 沉重严重啊 讲这个呃 一个是对薄熙来事件 有一个 我当时记得那个 看那个记者招待会的时候 觉得非常不正常 因为温家宝一拖再拖 而且直到那个外国记者提出这个薄熙来问题 好完了他就长篇大论 呃一个是让成 重庆那个市委要做出这个反省啊 另外一个就是讲到了 如果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 文革会重新来 而且还讲就是他寄希望于人民的觉醒 就在那个气氛下 你觉得非常不正常 这不是一个记者招待会的一个状态啊 啊 温家宝在当时呃 他的这种对呃 重庆事件的表态 呃呃 直指这是一个路线斗争的一个呃 一个局面啊 啊 而很快呢 我们也看到一年以后 这个呃 这个 普希莱被 这个判了无期徒刑啊 判了无期徒刑啊 判了无期徒刑啊 似乎把这件事情 划了一个呃 呃 但是呢 呃 从 2012年这个温家导 温家宝这个记者招待会 到13年这个对普希莱在 当时是在山东是吧 对啊 在山东的这种判决 呃 那么到现在 呃 应该1919年 19年这个 7年时间 7年时间 从事发到现在7年时间了 我们看到中中国实际上在走了 一个没有普希莱的普希莱路线 嗯 而且是呃 全面的啊 全面的呃 呃 是很奇怪 那么普希莱是在重庆搞了一套 东西 那么 现在这个呢 我没法说他是升级版 但是他确实在更大规模上 在更大规模上的呃 展现了这种 普希莱的线路 那么这个普希莱线路是一个什么样的线路 那么 刚才我讲的 他本来 是 就是说从 这个判决上来讲 我们 指向他是一个权力斗争 但是在最事发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路线斗争的局面 但现在看来 呃 又回到了一个单纯的权力斗争 那个范巢 因为没有普希莱的普希莱路线 在这7年里头完全展开了 完全展开了 那这条路线是什么 这条路线呢 就是这个 呃 一个 在 我们看到的是说 这个温家宝是警告说是一个文革重来 是吧 但是呢 实际上 不是文革重来 是文革 这个 前的 这个17年重来 哎 哎 因为文革的一个特征是要发动 这个 学生 发动工人 是吧 那这个 他在理论 这个背景上 他是要冲击那个 呃 吴强博士说那个新阶级的 吉拉斯说那个新阶级 那他是冲向这种呃 衣服在这种国家资本与体制上那种权贵阶级的啊 他有这么一一种方向啊 方向就是按照左派的定义来讲的话呢 呃 他的这种线路 呃 当然不是说是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这个 不是这个东西 而他他的本人表现出来实际操作中间和政治政治声明是有一些差距的 实际的这个状况呢 是看到的是一个五六五六十年代的就是呃 当时叫张沐生提的这个叫新民主主义 哎 实际上是我们看到就是说呃 非邓非江而是陈路线陈云的那个李先念他们那个政治路线啊 就是在整个这个呃 17年改文革前17年的这个道路的富贵 我觉得更恰切一下从薄熙来到习近平啊 这个更恰切一下 但是有时候你会经常看不知今夕何夕 因为你应是熟悉了这个呃 30年或者40年改革开放话语的人 你可能看不明白哎 就是表面上他在延续改开路线啊 但实际上呃 你看到另外一种新的东西新的东西就是我说的呃 是一种呃文革前17年状态的一种复辟嗯 嗯好这个鲁兰先生你怎么看啊 他这个点评是这个现在当今的中国是这个啊 文革前17年的这个复辟 那么这个时代呢也是薄熙来重庆这个啊 这个统治模式的一个泛大版啊 有点这意思啊 您怎么点评嗯 呃我觉得这事是毫无疑问是这样的 他们在路线上就像郑老师说的 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嗯 唯一不同的是谁谁谁当权 所以这个薄熙来事件里边就很容易看出来 最后的这个目的是在哪里 比方说他的判决书里面 讲他这个这个受贿了两千多万 但是实际上他只指向了一个人 也就是徐明 而徐明呢 后来在监狱里边就莫名其妙就死了 也就印证了一个就死无对证 然后另外一个五百万所谓的贪污 这个五百万实际上那个五百万是转到了一个律师的手上 根本没有说这个钱最后去向是在哪里 也算在他头上 也就是说这个事情跟经济的关系完全没有什么太多关联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关于说这个事情的起因 也就是王立军 当时跑到了这个美国成都总领馆 然后我想这个事情就说明了一点 就是跟着共产党 无论你爬得多快 如果你想保命 美国人最保险 谢谢 嗯好这个 我喜欢这个 鲁难的点评 这个简单啊 很快就结束时间 结束了话题啊 但是大家有回味的这个感觉 好了 谢谢啊 来自北京的吴强博士 谢谢来自福州的这个鲁难先生 谢谢来自纽约的啊 这个正希光先生 参加我们的今天大新闻中的历史上的今天小话题 感谢三位 也感谢我们网友的收看 最后呢 谢谢导播制作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点点今天事不满足 和平再创想点就点频道 请到YouTube搜索想点就点 随时随地想点就点 直接回答网友提问哦 谢谢